这栋小楼外观很漂亮哦 这一车还没有邻居 编套 门前这边可以停车 它不是靠里的房子 建商是Toboda 又是在一个门禁社区里 售价200万不到 室内3800多尺 这个数据也很香 单价还在500多 森林胡尔湾都找不到 单价500多块钱的磁心房 房龄是2017年的 我们进来看一下 石柴的外立面 这个社区很安静 对面就是 森林胡体育公园 它这个朝向是 新南朝向 主卧 二楼主卧正好是 新南朝向采光非常好 室内做了很多升级 我们脱鞋进来看一下 Toboda的房子 就是有跳高的空间 一进来的楼梯厅非常大气 我门关一下 上来之后 这一侧是上楼楼梯 还没有对着路湖门 路湖门是我正对着方向 5房4.5位室内3813尺 设价198万 一楼右手边是一个赤卧 木质白鱼窗 这个层高很高 10尺多 都是木地板 这应该是engineer wood 工程是木地板 卫生间是在房间门口 也很方便 一楼这个是权位 就是这个房间以及一楼的家人共同使用的 好 这空间就很大气 往里走是大客厅 现在的次行房都是我们叫gwayroom大客厅 餐桌 餐桌后面也是木质白鱼窗 屋主介绍说这个倒台是升级柜的 是一整块的食材 灰色的橱柜 厨房电器是citchen aid 比较流行的品牌 好 这里是客厅 院子也不错 大小正合适 因为院子里面养条狗 所以我就不开门出去拍了 屋主自住的房子 这是一家钢琴 好 一楼在这里有一个楼梯下储物空间 以及通往车库的门 简单总结一下 一楼进来之后跳高的楼梯厅 旁边是上楼的楼梯 这里是一个赤卧 房间门口是有卫生间 然后大客厅 段门的餐厅的位置 厨房 旁边是有客厅 这是一个门禁社区 对面是森林户体育公园 由著名建商Tobrider 所建的一个社区 室内是3800多尺 售价198万 单价524 这个单价在2017年房民中 很难找到这么低的单价 好三二楼简单介绍一下 这边是一个赤卧套房 这是一个储藏室 这里有两个赤卧 然后供用于卫生间 然后这边主卧 因为我们还要上三楼 所以我们就先拍主卧 采光非常好的主卧 床前到电机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整个阳光非常好 这里是有一个装饰阳台 在我手指这个方向 然后就是圣定屋体育公园 就是小区出门 对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体育公园 有儿童playground 然后这一侧是西面 所以下午阳光是很棒的 房间里也是木质白衣窗 好 看一下左卫生间 白色的磁砖地面 淋浴房 两个洗手池 这里面是有衣帽间 大小是够的 都是木质白衣窗 好 这是主卧 楼上也都是木地板 然后这个空间有两个次卧 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是一个次卧 这个房间里是地毯 这是一个儿童玩的房间 然后这也是一个次卧 也是地毯 然后这是一个学习的房间 然后这个是洗衣房 有洗衣服的池子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养了一只猫 所以我们稍微开个门缝看一下 这是卫生间 所以在这个区域是两个次卧 房间里的地毯 然后共用卫生间 还有洗衣房 所以洗衣房在角落 其实不影响主卧的主人休息 然后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这里是一个套房 哇 采光也相当棒 全部是木质白线床 有套那个卫生间 这个吊灯 是不能叫吊灯 吸顶灯 很别致 公主也花了心事做装饰 在这样一个空间 采光非常好的空间 放了一个花的一个卵装 这也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也非常多 好 我们上三楼 三楼是有一个loft 还有一个办公室 还有一个不算面积的cover deck 户外的阳台 其实户外阳台 做一个隐形的窗帘 下来的话 也可以成为室内空间 户外阳台这个地面 其实可以做那种防抚墓 户外的防抚墓 把这个地板拉平 这样就相当于 更大一块的室内空间 这个loft非常大 猫的架子 这个是有山景的 在三楼的话 看得比较远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山景 好 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空间 是一个书房 加半个卫生间 这是一个书房 其实也算一个小房间 放一个单人床是足够的 还有木质白的窗 所以如果把这个也算上的话 应该是六个房间 加上这里面一个半个卫生间 好 简单总结这道房 这道房采光真的非常棒 这个朝向是西南朝向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 体育公园站得比较高 对 外面像一片森林一样的感觉 好 这是一套在森林湖 由Tobo的建商打造的 一个门禁社区 室内是3800多尺 售价198万 单价524 占地是4000尺 这是一套很有性价比的独立别墅 采光也不错 室内做了很多升级 除了三个赤卧地毯之外 全部都是这种工程木地板 一楼的楼梯天下调高 后院大小也是合适 好 有兴趣约合马 进去看房 谢谢大家